1842年被英国人用奸船力炮修理之后 满清被迫签署了打开国门的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又称江宁条约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该约于1842年8月29日 也就是道光22年7月24日 由满清代表齐英 伊礼布 牛建与英国代表蒲鼎查 在停泊于南京下官江面的英建高华力号上签订 标志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 而最大计讽在于 这个所谓的不平等条约开篇第一条 就是就是讲平等 清朝和英国停战并递结永久和平 集对等关系 英国人要了满清的银子和香港 反而与满清畅谈平等 真的是过于滑稽 但从此之后满清那种 以上邦大国的姿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彻底成为了西方国家不断榨取奶水的飞扬 在道光驾崩之后 20岁的一主登基 他是清朝历史上最后一位拥有实际统治权的皇帝 也是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处继位的皇帝 都说一主是苦命天子 这话真的一点都差 就在他登基的当年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 很快就席卷江南半壁江山 占据南京与咸丰分庭抗礼 不仅如此 已经融入国际政治体系的满清 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因为英法联军又来了 从今天看来 第二次鸦片的战争和火烧圆明园的最终结果 实在是十分的荒唐 仅仅是因为不许西方史节入京递交国书 在北京建立大使馆 实事求是的说 咸丰皇帝不是怕面成国书 怕的是天朝朝共体系的崩塌 朝共体系就是以中国是世界的中心 天朝外表都是外邦 不直接管辖 重要的是承认中国的老大地位 而西方国家要互派公使 要在北京建使馆 这相当于承认满清不再是世界的中心 这是咸丰和所有朝臣都无法接受的 满清咸丰八年大年初二 此时的紫禁城没有任何过年的气氛 因为军机处得到广州传来的消息 梁光总督叶明琛被英法联军给俘虏了 具体来说就是在咸丰六年十月八日 亚罗号事件爆发 叶明琛采取强硬政策 拒不接受英国方面的无理要求 就此英法联军以此为借口炮轰广州城 并占据广州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 这位鼎鼎大名的六部总督曾经已不战 不喝 不守 不死 不将 不走闻名于事 叶明琛兵败被俘最后死于印度 咸丰得到军机处的奏报之后 连发三道尚遇 赤曼叶明琛刚毕自用 卫习无能 连通广东地方大员都温厚了一遍 要求传遇各申民 纠集团练数万人 讨齐被约守城之罪 将该已逐出省城但这没用 咸丰的圣旨对于英法没有任何用处 英法联军沿着中国沿海北上直抵上海 正月十五日 英法两国公使联名致电清政府 在西历三月三十一日之前 必须派戴宗士和钦差大臣表上海谈判 否则联军就要直谱天津 咸丰对此自然是无法接受 更恨麾下的文武大臣的 无能而弃的蹊跷声言 咸丰随即给新任两江总督和贵清 与广东学府百贵发上语 意思就是想要谈判也可以 先退出广州 否则门都没有 如果英法不退兵 那就无力解决 可接下来的二十天里 情况完全发生逆转 两江总督和贵清 向咸丰汇报的情况 也是越来越严重 已经完全出乎了咸丰的预料之外 和贵清在写给军机处的报告里说 英法额美四国联军的军舰 正不断向上海击解 而且四国领事放出丰盛 要北上天津找皇上的麻烦 希望军机处提醒皇帝早做准备 咸丰虽然嘴里喊得很硬气 但面对英法联军的不请自来 咸丰说不怕那得假的 二月初期 咸丰下旨给直立总督谭亭香 将总督衙门从保定一房天津 就是让谭亭香与海口各要爱 不动声色 严密防范 说白了就是做好一切战斗准备 随后咸丰让天津镇总兵一房 到大谷口炮台 防止英法联军经大谷口入京 问题在于直立总督谭亭香不是咸丰 他深知自己根本不是英法联军的对手 但又不能不干 在这种情况下 谭亭香只能对大谷口加强防御 防务的总体思路就是 增强炮台防御的同时 最后到开战前 大谷口南北两岸炮台 有五门大炮三千守军三百多门大小火炮 南北炮台后方有五千多人 以防联军登陆抄袭后路 部署大量陆军以防被英法联军人抄了后路 事实证明这个思路完全是个错误 2月22日 在清政府对上海谈判的要求毫无回应 英法和美四国舰队八毛生火向天津拾来 3月初七 英法和美四国公使到了大谷口外 向守军投递文书 四国提出的要求各不相同 英法要求因亚罗号时间赔款 另外增开通商口岸 单方面降低关税 开放长江内河 传教士可以自由传教 公使常驻北京并向皇帝递交国书 俄国与美国则除了不要赔款之外 其他要求和英法一样 这里还要说一句的是 俄美两国愿意充当大清与英法之间的调停人 谈判地点定在天津 否则就要诉诸武力 实力总督谭亭乡看到这份最后通牒之后 立即将消息向咸丰飞马击报 咸丰对此也没有任何办法 在和军机处商议之后 由谭亭乡作为全权谈判代表 军机处给谭亭乡的底线是 除了降低关税可以谈 其他条件一律不允 但绝对不能诉诸武力 在这种情况下 纵使谭亭乡有苏秦张仪的能力 也谈不出一个结果 可让谭亭乡想不到的是 人家四国联军根本就不和谭亭乡谈 人家早就说了 要宗室或者是宰相级别的官员来谈 谭亭乡作为一个地方官员就什么资格作为谈判代表 4月初期 英法联军在夜色掩护下 出动16艘轻型炮舰和20多艘山板 海军部队2000多人已经进入了距离大谷口炮台仅5公里的区域 威胁使用武力 只等一声令下发起攻击 第二天早上8点 英法联军送来最后通牒 两小时内守军退出 交出炮台 这一无理要求被守军断然拒绝 两个小时之后 联军总司令额尔金勋爵下令发起攻击 战争就此爆发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 正在距离炮台5公里的处谭亭乡 听说战事爆发 这位守土有则的封疆大力 撒鸭子就跑 回天津去了 守军随后也全线崩溃 12点左右 大谷口炮台失守 守卫炮台的3000将士 伤亡1900人 英法联军伤亡400余人 攻占大谷口后 英法联军速海河上 直扑天津 此时天津守军只有一千多人 还是战斗力很差的绿营 还没有重型武器 如果天津丢失 谭亭乡这个总督必然被咸丰砍了脑袋 咸丰得到消息之后 一边调集人马去通州布防 但也不过是3000人 一边联系俄美两国是否还愿意从中调停 咸丰为此还做出重大让步 除了常驻北京和 引许自由传教两项不能接受 其他条件可以考虑 但英法联军拒绝与谭亭相商谈 4月16日 咸丰下旨命军机大臣 东阁大学是桂梁 礼部尚书花沙呢 为权权代表 赶赴天津和洋人谈判 4月23日 谈判开始 而所谓的俄美两国调停就完全是站在英法一侧 说是谈判 大清哪里还有讨价还价的本钱 英法两国提出的条件是 一 大清向英国赔款400万两银子 向法国赔款200万两银子 二 增开南京 镇江 潮州 汉口 牛庄等十个口岸 英法商船直接进入中国内核 三 允许英法传教士在内地自由传教 四 要给予英法商人片面 罪惠国待遇大清对英法实行罪惠国税率 而英法对大清则不需要 五 给予英法领事才判权 英法人在中国犯了罪 中国官府无权审理 六 罪要咸丰命的一条同意英法公使常驻北京 在北京建立大使馆 签完英法条约 再签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 除了没有赔款 其他和英法的条约基本一样 可以说如果此时咸丰签字就不会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火烧圆明园 咸丰说不好还能夺火几年 就不会有后来慈禧的事情了 可事情偏偏就发生意外 当时英法联军为表达诚意 主动撤军 这一下 咸丰又精神起来 指责贵粮让不过多 让权过重 尤其是允许洋人公使常驻北京 这个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随后将临阵脱逃的直立总督谈亭巷 直立提督张典元 天津镇总兵达年等 全部革职送北京省门 同时让科尔克沁亲王僧格林寝接管天津及大孤口防务 加强海防 整顿军备 以防洋兵再来攻击 可最后 僧格林寝七千大军全军覆灭 咸丰扣押英法外交使团长巴夏里 消息传来 英法联军直扑北京 咸丰仓皇出逃 英法联军兵不卸任 通过满清出兵专用的安定门进驻北京 1860年10月18日至1860年10月21日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咸丰从开始到最后所有操作 只能说明他的无能 昏溃和无知对于西方列强认知十分肤浅 那有一点是深知的 就是友邦只是争利 不会夺权 而加弄们一旦造反 那就是要变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满清只能代表一小撮满蒙统治阶层的利益 绝不会代表中国的利益 各地赔款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感谢观看